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说 工作的性质正在改变 并且会继续出现变化 但良好的就业机会 始终是我国社会契约的重要支柱 政府因此将改善理工学院 和公益教育学院毕业生的职业前景 缩小他们同大学生之间的薪金差距 并且帮助国人为退休生活做好准备 黄勋才说 政府将探讨加强国人退休后的生活保障 除了建国一代和立国一代之外 政府也会研究如何帮助 目前50到60岁的国人 为退休后的生活做准备 黄勋才也说 我国必须在各行各业创造更好的职业前景 以及推行更公平的酬劳机制 黄勋才在新加坡透视论坛上也说 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妥善处理 将会影响社会契约 政府因此将致力于为各行各业的理工学院 和公益教育学院毕业生提供更好的就业前景